男孩一锤子送眼前的男人上天 一转头却发现这件事被一个盲女看到 着急之下男孩忘了凶器锤子落荒而逃 却不料盲女第二天竟然找了过来 一档顿时猛逼 看来盲女其实不忙 顺便还帮一档回忆了一下昨晚 而她一开口就要二百万 可一档只是个兼职的便利店店员 盲女却让她好好想想再说就离开了 顺便提醒了她一下锤子 看着盲女离开 一档的心沉入了谷底 看着自己的十九万余额她着急不已 她看着屏幕上的兼职网站陷入了绝望 二百万她就算不吃不喝她也得半年了 于是她试图找老板预支三个月薪资 可是老板却一口回绝 还说上一个兼职的也是预支 结果拿了一个月钱就跑了 眼看老板态度坚决她也不再强求 却不料下一刻她却看到手机到账提示 老板竟然改变了主意 紧接着她想到了自己的公积金存折 直接从父母那里拿走 马上就去把里面的钱全部取出 现在只差一点点了 趁着值班的时候 她准备拿点店里的东西去换钱 却不料此刻忽然店里开门声传来 一档连忙去查看 没想到石店长回来了 看着一档背着包 她还以为一档急着下班并没多想 接着店长却告诉她门口 有个奇奇怪怪的女人 牵着个导盲犬跟盲人一样 坐着一动不动 可是一档却顿时神情紧绷 她连忙跑出去查看 可是那女人早已经消失不见 可是下一刻一档在门口的桌子上 发现了什么 这个烟盒上赫然有着一个纸条 这肯定是盲女留下的 她竟然留下地址约一档 明天中午十二点见面 第二天一档不得不来 而这里赫然就是盲女的家 盲女雨孝奄然地招待着一档 可是话语却毫不客气 她就是不喜欢被人看到自己 才晚上散步 结果却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不得要点精神损失费吗 一档此刻只想尽快了结 这些事情连忙拿钱 盲女仔细地检查 确认数额无误才让一档收起来 还承诺肯定会帮一档保守秘密 一档却想要回作案的锤子 盲女满口答应 可是紧接着她就提醒 一档二百万是每个月都要交 一档顿时呆住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盲女这么贪婪 这时盲女已经准备好了锤子 她说因为这样自己也是同谋了 那么多要点也合情合理 换做别人还不一定只要二百万 说着给一档订好每个月底支付 并让一档下次准备每张五万的面额 看着盲女哈哈大笑 一档却心情沉重不已 盲女却自顾自地说都怪自己的捣囊犬 要不是她训练时候被淘汰 自己也不会要她 要是不要她 那么她也不会叼回来这个锤子 所以一切都怪她好了 可是一档却已经再也没了表情 盲女却接着威胁 如果工人没收到工资 肯定会升起的 那么肯定就会去投诉 也可能是管理工资的地方 也可能是警察局 一档却愤怒地夺过锤子告诉盲女 自己肯定会给她 但是锤子自己必须带走 说完一档气冲冲地离开 可是盲女却做死地念出一档的身份 你是玉山大学200118届学生 你的姐姐近期要结婚 还有你的妈妈 每周都去大市投教会祷告 她这样子似乎是吃定了一档 下一刻一档果然回来 看着一档举着锤子盲女 却不慌不忙地摘下眼镜说 就算你一档拿走锤子也没用 警方的搜查是很精细的 这里到处都有一档的DNA 如果自己去举报 那么一档最少是15年 15年后即使一档出狱该怎么生活 而如果自己出什么问题 那么一档也绝对跑不掉 这一刻一档感觉自己的天堂 难道自己一辈子 都要活在盲女的阴影下吗 下一刻她动了 盲女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付出了代价 缓过来的一档连忙收拾东西 而后她慌不择路地逃离这里 可是她却不知道 自己的手印清晰地留在了门上 可是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下一刻导盲犬闻着味道 跑到了盲女的身边 美味诱惑之下她伸出了舌头 而盲女在生前却订了牛奶 随着门口的奶瓶变多 宋奶公不由生出了疑心 她透过门缝查看却什么也看不到 下一刻她发挥了聪明才智 蹦起来看 这一看可不得了 眼中的一幕让她顿时脸色大变 警方很快封锁住了现场 取名叫难堪的老黑警员也很快到来 可是里面的情况却已经很是糟糕 那只导盲犬竟然分不清 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 破坏了盲女的身体 就在老黑在楼上检查时 导盲犬却忽然开始乱跑 在警员的围追堵截下 她却在花园里挖出一个洞 警员们好不容易抓住导盲犬 却忽然发现洞里的东西很不对劲 那赫然是个头骨 这动静很快吸引了老黑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 里面竟然有着三具白骨 盲女严如玉竟然在五年前杀掉了自己的父母 而这边两天没吃饭的一档 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都四天了为什么没人来抓自己 按理说自己留下了大量的指纹根本跑不掉 望着一堆未接来电 她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这次不同于上次 上次是误杀 她可这次自己绝对是故意的 而警方这边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颜如玉的死亡现场有大量指纹和唾液 无论是她家里的咖啡豆 还是咖啡狐一或者地上都是如此 可是输入指纹库根本没有匹配结果 后来他们那才发现那都是导盲犬的 而那些唾液经过DNA鉴定结果也一样 现场全部被导盲犬破坏掉 看着眼前刘哈拉子的导盲犬 组长下令直接让警员老胡把她给安乐 而就在此时一档 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准备上天 看来自己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 当晚老胡带着导盲犬走在大街上 却发现狗子不断地想去旁边的KTV 老胡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只有狗子知道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正是一档 他闻到了味道 可就在老胡安慰狗子时 却忽然被两个喝醉的小混混看到 他们前几天刚刚被老胡教训过一顿 俗话说酒壮耸人胆 两人抄起酒瓶子就去追老胡 就在一个黑暗的胡同里他们忽然下手 狗子趁乱逃跑 而那个酒瓶却直接扎进了老胡的肚子里 小混混随即逃跑 而老胡挣扎几下很快安静了下来 此刻的一档也从KTV走出 却很快被推送的新闻惊到 他也看到了盲女士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的报道 一档顿时觉得老天在和自己开玩笑 之前误杀的大叔是连环杀人犯 这个盲女竟然也是 难道自己所杀之人都是该死的吗 他掏出自己兜里的彩票 忽然觉得自己真该中个五百万 而就在此时两个小混混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烟了 可是下一刻他们却和一档不期而遇 眼看一档醉醺醺的样子 他们当时就准备干一条 可就在他接近后一档却发现了不对劲 小混混身上明显有血迹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脖子上竖起鸡皮疙瘩 难道自己又要杀人 就在小混混搜身时候一档动了 第二天的清晨两具尸体躺在了围栏外的工地上 而一档却满脸伤痕地出现在自己家里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知道 自己又杀人了 上面写着如续帮助可以联系我 下面赫然是一个账号 抬自己回来那两个人到底是谁 而老黑也很快赶到案发现场 看着两个小混混的尸体 他眼中却忽然露出了不为人知的情绪 路上他忽然解气一般地告诉属下 有时候受害者和加害者只差一个字 而这两个小混混让他想起了一件陈年旧案 那是一个被毁掉的如花一般的女孩 她叫江言书 你就说的 说那一定会illas 内容 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